大英图书馆建了一栋漂亮的新楼 准备整体搬签过去 但你知道书多重啊 还这么多 搬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人估算 做这件事要花350万美元 好大一笔钱 请问 如果你是馆长 怎样才能用尽量少的钱 把海量的书搬到新馆去 顾更便宜的人吗 发动所有员工及其家属 要求新馆建设者承担这个义务 在搬书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下 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 那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办呢 有位年轻人对馆长说 我来帮你搬只要150万 年轻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从即日起 大英图书馆免费 无限量向市民借阅图书 条件是从老馆借出 还到新馆去 年轻人从搬书的思维模式 转换为还书的思维模式 结果花了不到一个零头 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己也成为了百万富翁 你看同一件事 思维模式不同的人做 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周日清晨 纽约地铁 乘客们安静地坐着 这时上来了一位带着几个孩子的男子 孩子们一上来就四处奔跑 撒野作怪 而这个男子坐下来 就像没看见一样 大家非常不满 你也终于忍无可忍 对他说 先生可否请你管管你的孩子们 故事讲到这里暂停一下 问问自己 你忍无可忍的思维模式是什么 是每个熊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熊家长吗 那人抬起眼来看你 仿佛如梦初醒般的轻声说 是啊 我想我是该管管他们了 他们的母亲一小时前刚刚过世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 我手足无措 孩子们大概也一样 这不是故事 这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 史蒂芬科伟的亲身经历 七个习惯卖了近三千万册 史蒂芬也被评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二十五个人之一 史蒂芬说 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觉吗 我瞬间怒气全消 非常自责 同情与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原来您的夫人刚刚过世 我感到很抱歉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有时候 错的不是世界 错的是你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 所以当遇见不愉快的人和事 普通人可能会选择抱怨和不理解 那顶级优秀的人呢 他们不会随意评判别人 他们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顶级优秀的人会选择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 我在微软上班的时候 公司提供午餐和晚餐 午餐吃饭的人数一般比晚餐要多 毕竟不是人人晚上都要加班 所以做午餐的供应商利润更高 只不过有时候午餐做得很糟糕 怎么办 派人和他说不要脱工减料盯着他好好做 隔一段时间换个大厨 要求他们更新菜谱 这些办法微软都没用 微软想出了一个制度 一 选两家供应商 一家提供午饭 另一家提供晚饭 二 每三个月做满意度调查 是喜欢午饭还是喜欢晚饭 三 如果喜欢晚饭的多 午饭晚饭供应商交换 四 如果连续六个月午餐都胜出的话 更换晚饭供应商 自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 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换口味成本就要大幅提高的供应商 很快就能提供比原来好的多的多的服务 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 这就是顶级优秀的人想出来的办法 面对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要求供应商提高水平 不行我就换掉你 而顶级优秀的人 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引入竞争机制 让竞争代替人工 去监督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好了 举了这么多例子 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 或者至少靠近顶级优秀的人呢 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 四两拨千斤的解决问题呢 你需要转换自己的思维 思维转换就是改变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想发生较小的变化 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 比如把杯子倒空 但如果你想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那就需要思维转换 可能连杯子都要换掉 怎么转换 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多读书 多交友 多旅行 每本书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读的书越多 就会理解越多不同的思维模式 越有助于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建议每年至少读20本书 并做笔记 有志气的人 可以考虑读50本书以上 每个人也是一套思维模式 认识的人越多 你越会理解自己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建议 不要独自吃午饭 只要名单上还有人 一个人吃午饭就是可耻的 你损失了理解别人思维模式的机会 旅行也能给你巨大的帮助 有次我在美国商场买了件东西 标价83美元 我拿了张100美元和三张1美元 一共103元递给了收获员 那个收获员一脸茫然 他把三美元还给我 说不需要 然后把商品递给我 说83 接着一张张钞票输给我 说93 98 99 100 我立刻理解了他的思维模式 你给我100元 我连商品带找钱加在一起还你100元 我的思维模式是我给你103元 商品83元 剪下来你找我20元 他居然不理解我的思维模式 我也没用过他的思维模式 但我们各自幸福生活了几十年 想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你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也要阅人无数 第二个建议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每次争论都是特别好的练习思维转换的机会 试着用对方的观点说服自己 也就是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张伟俊是中国第一位私人董事会教练 有一次他受邀主持了一场企业家辩论会 这些平常在自己公司一言堂的企业家们 那谁能服谁 越变越激动 我看差点就打起来了 张俊伟叫停辩论说 下一个环节是交换观点 辩论继续 当时所有人都傻了 稍微停顿后 大家又唇枪舌剑起来 开始帮对方自圆其说 这对在场的几百位企业家都是深刻的一刻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你才会明白 你过去捍卫的是自己的观点 还仅仅是自己的尊严 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 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做 效果会截然不同 有时候你不理解这个世界 错的可能并不是世界 错的是你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 普通人改变结果 优秀的人改变原因 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因此 想要成为顶级优秀的人 我们需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改变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那 怎么 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呢 一 多读书 多交友 多旅行 二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顶级优秀的人 更暗 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迷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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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迷漫 四季推过重拦 大雨将悲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 道别伤害的耳畔 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 命运生风轻明暗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荒乱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